台中市南屯區一處民宅 每到深夜時段人員出入複雜 轄取警方貨爆埋伏搜證 一舉破獲了藏匿在地下室的職業賭場 當場逮捕了九名賭客 以及三名工作人員 其中打扮時髦的女和官 強調自己是第一天上班 還沒領到錢就被抓 似乎真的有夠倒霉 大批警力全副武裝 拿著手電筒往民宅地下室衝 因為這裡居然暗藏德州撲克職業賭場 一發現有警察 現場好幾名賭客立即把雙手舉高 沒想到還是有人想要偷用手機 警察 警察 警察都給你看 手手給我來 手機 手機不要忙 為了退後不要 警方派桌呵斥 要現場所有人好好配合 南屯區這一處民宅 每到深夜出入就相當複雜 下去警方貨爆執行清源專案 遠景埋伏搜證 發現暗藏賭場 一拿到地院搜索票就前往稽查 當場逮捕九名賭客和零性負責人 以及周姓房東和黃姓河官 打扮時髮女河官還忍不住向遠景抱怨 上班第一天心血都還沒領到 就被警方查獲 真是回不當初 合作撲克職業賭場 供特定賭客對的 謀取不法利益 查扣賭金新台幣三十八萬元 點鈔記憶台 籌碼面額三萬餘元等 經常這個職業賭場經營大約三週 還好下去警方積極蒐 火速破禍 避免更多人陷入賭博的危害 這裡是王東山 帶順暴動